你不想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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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样子 做事 做菜你就知道了 鱼香肉丝啊 差不多吧 我还你吧 没关系 我自己做就好了 你就休息啊 去吧去吧 好 你睡觉了 还要吃饭 你睡得了吗 我睡觉了 先来吧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来 你怎么又来啊 我们来谁给你送饭啊 我不吃 说了不饿 带什么吃啊 你这病人 你多喝点粥 来 我说了我不迟 一会儿有人给我送饭啊 谁啊 我知道了 刚才莫菲买菜进去了 行 你赶紧走吧 好 少喝点酒 病还没好 那我先走了 少喝点酒 姑娘 你吃饭了 我还不过来啊 睡觉你干吗要抽象 我 睡觉你干吗要抽象 吃饭了 坐好 走吧 吃饭了 是说好要等我一起吃饭 那时差还没有倒过了 那吃完饭再去睡吧 快尝尝 是我做的猪肝 尝尝尝 猪肝是明目的 干吗 看你第一次给我做饭 来 要不要尝尝 怎么样 等你下一次给我做饭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那这次怎么样总好说一下吧 就提高的空间吧 你第一次查词吃我做的饭 你就这样的评价 你第一次查词吃我做的饭 那我以后不想做了 都没有得到表扬 要吃饭吗 好 你一直住这么个小床 你习惯吗 你一直住这么个小床 不小啊 挺大的呀 看我这么瘦 是不是 有没有帮你找一间大一点的房子 没关系 而且我住这儿挺好的 而且跟多多两个女孩子 还有一个伴 可是人家习惯吗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呀 他男朋友过来看他怎么办 也不经常来 而且来的话我 关分太高兴就好了 你那时候休息我不行了 不逗你了啊 你喜欢住就好 你要是我来了怎么办 你干吗 都逗我 陈都逗还没有回来 我们要不就要 陈我补个脚 陈我补个脚啊 你刚才想的是什么呀 没有 没有 你别说什么要跑啊 陈我补个脚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其他人呢 其他人都去吃午餐了 我想把手里的猴子 做完之后再去吃 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要学会劳逸结合 休息一下吧 陪我去喝杯东西 我去喝酒 夏总监 谢谢 你坐啊 我听刘培说 你每天都是最早来公司 也是最晚下班的那个 看来你很用功啊 因为有机会可以来 远远时尚工作 我当然好好珍惜啦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不像你这样 大多数人都是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所以我们现在 越来越难招人了 我是一个从小 就很有规划的人 凡是定下的目标呢 就一定会 好好地去完成它 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 所以一定要比别人 更努力才行 那这样吧 明天开始 我就把你调到 刘培那边当助理 你跟在他身边 也能更快地学到 诚意的制作流程 我吗 夏总监 你确定我够格吗 既然我能把你安排到那边 当然说明你有这个能力啊 怎么 你还不愿意啊 不会 不会 我愿意 对了 我记得你在参赛的时候 好像跟那个莫菲走得很近 我们是大学同学 他在法国还好吗 您怎么知道他在法国呀 他去法国又不是秘密 我知道不是很正常吗 过得挺一般的吧 前两天打电话 说是忙得不可开交的 那你应该多关心关心他 哪轮得到我关心呢 听说凯曼的方总监 最近也在法国 挺照顾他的 前两天打电话 他们俩在一起 所以 他们该不会是在谈恋爱吧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他没太跟我聊 他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跟方笑愚在一起 也没什么意外的 现在年轻人们都是这样 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合适 但是就找下一个 只是出国这么好的机会 把精力都浪费在感情上 确实太可惜了 所以我希望你 不要因为私生活影响到工作 你知道吗 不会不会的 我不可能的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即使有男朋友也不影响工作 这样就对了 你要记住 在职场上 人品最重要 不管发生什么事 工作都要是第一位 嗯